不知道是傅政初的音量过大 还是因为他说出来的话太令人难以接受 桑枝明显一副被震撼的模样 僵在原地没动 两人的脚步同时停了下来 沉默让气氛变得尴尬 傅政初盯着他的双眼渐渐躲闪 耳根也染上了飞色 他摸了摸脑袋强装镇定 问道 你怎么不说话 桑枝又啊了一声 有点不知所措 他不是没被告白过 但普通都是往他的抽屉里塞情书 或者是发短信 面对面的告白还是头一回 何况还是这么高调的 桑枝直接当这个假设成立 突然有些好奇 哎 你还记得你打掉我一颗牙的事吗 傅政初极为后悔这事 但他也确实做过 此刻只能牵强的给自己辩解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我的手指那时候不也骨折了吗 桑枝也不太记仇 说 嗯 也是 傅政初松了口气 竖起耳朵 期待着他接下来的话 桑枝完全不知道 委婉两个字该怎么写 直接道 那你还是别喜欢我吧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傅政初顿了下 怒了 你这不是年龄骑士吗 你总得说点我能改变的吧 曾志想了想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傅政初深吸口气 用手指头指他 除了你 从没有人说过我长得丑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你是不是给我加上了丑臂滤镜 就 每个人的审美不得 桑枝温吞的 傅政初极为委屈 我难不成还能去整容 我哪有那个意思啊 所以 我不是叫你别喜欢我了吗 桑枝被他吼得也有些委屈 那那的 算了 傅政初放弃跟他交谈 当我没说 见他情绪不佳 桑枝也开始后悔 自己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 硬着头皮道 你喜欢我什么呀 傅政初瞅他一眼 极为肤浅 你长得好看 哦 你就这反应 那我没法反驳呀 两人还停在三楼的扶手电梯前 傅政初突然觉得心情很沉重 拎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又问 你是不是不想早恋 嗯 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部分 就是嫌我小 嫌我丑 越说越不甘心 傅政初用力抿了抿唇 眼眶开始红了 桑枝 今天可是我生日 你不能改天再拒绝我吗 桑枝懵了 你哭了吗 我哭个屁 傅政初觉得丢脸 转头揉眼睛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 背后站着一个人 傅政初跟他撞上了视线 对视几秒 傅政初的泪眼见散 莫名觉得眼前这个人有些眼熟 但一时也记不起在哪见过的 察觉到傅政初半天不吭声 桑枝狐疑地看过去 顺着他的方向往后看 刻然看到段嘉许的身影 不知道他在他们后面站了多久 见他们都看了过来 段嘉许玩味般的抬了抬眉 打扰到你们了 段嘉许立刻想起来 这个人是谁了 桑枝的哥哥 上次桑枝背叫家长的时候 他在办公室里见过 想到自己刚刚说的话 扩证出的脊背一挺 猛的一鞠躬 一副被人抓了包的心虚呀 桑枝哥哥好 段嘉许摁了一声 傅政初同手同脚地 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桑枝哥哥再见 很奇怪的 明明并没有哪里做得不对 但桑枝居然也有种 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转暂几秒思考后 他决定先发制 哥哥 你是在偷听吗 段嘉许垂眸看他 是啊 他就这么承认了 让桑枝瞬间把接下来的话 又验了回去 桑枝有些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干脆不吭声 继续往下走 段嘉许慢条思理地跟在他后面 我们小桑枝的魅力还挺大 他似乎觉得极为好笑 笑出了声 带出浅浅的气息 惹得人家小男孩都哭鼻子了 桑枝不知道回什么 噎红了脸 你干嘛 哥哥关心一下你啊 桑枝很别扭 你别提这个了 行 段嘉许扯开话题 脸上笑容脸的血 上次哥哥帮你去见完老师之后 跟你说的什么话 夫叔给我听一遍 桑枝瞬间懂了 他这句话暗含的意思 我不记得你说过什么 但是我没扫脸 蹲了一下 桑枝又强调一遍 绝对没有 还挺听话 桑枝不高兴的哼了一声 段嘉许思考了下低声建议 青春期开始有这些想法挺正常 但你也别伤害别人 可以先谢谢对方的喜欢 然后再拒绝 我哪有伤害他 你不是把人弄哭了吗 桑枝理直气壮 我弄哭他的次数多得去了 我以前跟他打架 不管谁打赢 哭的都是他 段嘉许上下扫是他 好笑的 你还会打架 两人出了商城大门 到附近车站等车 桑枝诚实道 小时候会打 你现在也还是小时候 沉默几秒 桑枝忍不住了 现在不小了 嗯 段嘉许 拖着枪说 会说我勒索初中生 要把我抓进去的 没勒索 这是我买甜品花的钱 你吃了两百啊 那别人不得说 哥哥漫天开价 桑枝说不过他 又把钱塞回他手里 反正我就给你了 给哥哥钱干嘛 觉得哥哥很惨 没有 他一提这个 桑枝又想起 刚刚自己似乎 把他惹不开心的事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道了声歉 哥哥对不起 嗯 桑枝把酝酿了 一下午的话 磕磕绊绊的说出来了 我刚刚不应该问的 我就是看你好像很忙 然后我之前 还老是麻烦你 就觉得不好意思 还有 这是你辛苦赚来的钱 我不能就那样花掉 而且我还带了个朋友来 段家许眉眼一松 唇角糊涂勾起 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官方 桑枝老实道 我爸爸说 做错了事情得认 谁说你做错事了 我觉得 我问的话让你不开心了 这就是做错了事情 没事 我没不开心 段家许揉了揉桑枝的脑袋 垂下眼瞼 盯着他明亮的眼睛说 等哥哥以后 真的穷得借不开锅了 再来跟你借钱 行不行 上了车 桑枝走到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 他看了眼车窗外的段家许 更快又收回视线 看着被他塞到包里的钱 桑枝慢慢地把拉链拉上 夜幕还未降临 天边的颜色暗红 给大片的云染上了颜色 远山如画 轮廓清晰明亮 点缀在这片色彩之中 桑枝伸出手指 在窗户上 比划了个段子 很快又蹭掉 他的心情突然很低落 觉得有些费解 是年龄越大 烦恼也会随之越多吗 可他觉得 他的年纪还没有很大 段家许好像也没有 这次的意外遇见 是这个暑假里 桑枝最后一次 见到段家许 接下来的一个月 桑枝参加了暑期会话班 开始写暑假作业 开始忙上了 他这个年纪该忙的事情 桑枝没跟桑岩问过段家许 也从来没有主动去联系他 他不知道段家许最后有没有回家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这么辛苦的 在兼职打工 但是桑枝悄悄买了一个存钱罐 悄悄的 在里面存了很多 用不上的零花钱 也许之后也不会用上 但他偶尔又会觉得 以后或许会用得上 初二新学期开始 开学的分班考 桑枝发挥正常 进了重点班 同班的同学 大半都换成了不认识的人 就连他最熟悉的 殷真如也被分到了别的班 跟附正初在同个班 换了班之后 殷真如没怎么再来找桑枝玩 桑枝本身也不是主动的个性 两个人的联系 便越来越少了 他本身也是比较独来独往的人 也没太把事情放在心上 转眼间 十月底一过 去日中学开始筹备校运动会的事情 又到隔壁的南无大学去借场地 桑枝对运动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 但班里的女生不多 他被老师强硬要求 必须报名一下 桑枝只能不甘不愿地抱了个跳远 班里还特地花钱 弄了套班服 这个班服是陈明旭设计的 按照他的品位 他不接受任何反驳 中央的图案是一个盛大的向日葵 看起来花里胡哨的 这是桑枝见过的最土的班服 校运会那天 桑枝觉得很丢脸 到了学校才换上了那套班服 而后跟着大部队 一块到了附近的南无大学 除了桑枝搬宿舍那次 这是桑枝第二次来了 也不觉得新鲜 周围没有比赛的男生 看台上围成一团 开始打三国沙 桑枝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听到广播喊出二女生跳远的简路 才跟班里一个女生一起到了简路处 除了场地 南无大学还安排了一些志愿者给他们 比如现在 桑枝就在简路处见到了自己的亲哥 桑枝坐在简路的帐篷下方 见到桑枝 怕唇脚稍稍弯起 手里的笔尖轻点桌子 看起来有些恶劣 同学 你不符合三赛资格 回去吧 桑枝忍气吞声道 哪里不符合 身高不高 我没听说过跳远要求身高 桑枝瞥一眼 身子往后一靠 那总不能一米二都没有吧 说完 他侧头看向旁边趴着睡觉的人 笑道 你说是吧 兄弟 哼 桑枝是狗 又黑又丑 明镜自然的点栏目 他侧头看得到没什么 加点火 到了 对